以及所謂的還反外避稅條款的這個主題 有幾個事情想要跟部長交換一下意見 那有一些我不是很明瞭過去的公案 也會希望在這次的大選當中 請部長會議提供寶貴的資訊 我想 把那把文件揭露了以後 這一兩天 對於世界上面 許多國家 不管是政壇還是公共輿論界 都造成了相當深刻的衝擊 我昨天晚上在準備相關質詢的資料的時候 現在在螢幕上面 你看到的是冰島的人民 他們要求他們的總理辭職 因為他被發現了 在海外所謂的Texhaven 去設置了另外一個公司 結果到今天早上看到新聞的時候 他已經正式的辭職下台了 下面這個圖 是直接從國際政府 國際記者組織 他們的網站上面 所揭露下來的 部長你可以發現 在上面 最多公司去利用 所謂海外避稅 中介服務的地點 在香港 請問部長您有沒有掌握 目前台灣 有多少公司 去使用香港類似的服務 來進行租稅規避的活動 包括委員 香港不在所謂Texhaven 的定義範圍內 他不是低稅規避 我了解 所以我剛剛說了 這個是所謂的Middleman 台灣有多少公司 在香港可能會利用 他們在那邊所謂的 海外避稅的這種服務 我想要查可以 我現在是沒有資料 但是應該是非常多 因為他不是為了避稅 他有些是為了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沒有啦 是不是跟中國做生意 當然是一個目的 是不是有避稅 甚至所謂逃稅 這樣子的行為 我要告訴部長的是說 從巴拿馬文件揭露以來 澳洲他們的Texhaven office 非常的積極 馬上針對文件當中 所揭露到的可疑的商人 他們馬上進行了調查的工作 目前已經鎖定了120個人 要進行所謂potential 在潛在性他們可能有financial crime 財政上面的犯罪去進行 我想要請教部長喔 巴拿馬文件 我按照目前阿 在各個消息的來源阿 似乎到目前為止 他還沒有揭露 在台灣有關係的部分 但是可能從4月底5月初開始 跟台灣有關係部分的相關文件 會逐漸顯露出來 那到時候那些文件 出來了以後 部長 財政部會不會針對這件事情 進行積極的調查 爸委員我們掌握了具體的資訊 我們一定會調查 那我要跟委員報告的是 我們跟巴拿馬沒有簽租稅協定 所以喔 對資訊的交換會有 一點困難 但是我們會透過相關資料 公佈的資料 我來掌握相關的資訊來調查 好 非常好 部長我先來念一段文字 給您聽一下 這是在2014年的時候 2014年的時候 媒體報導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 日前揭露台灣上萬名富商 在海外設紙上公司避稅 有一個人呼籲 立法院盡速通過所得稅法第43條之3 第43條之4的反避稅條款 賦予政府相關科稅的公權力 我在PowerPoint上面 把那個姓名引去 部長您知不知道那位先生是誰 誰做這樣的呼籲 是指委員嗎 行政官員 我不清楚 這個呼籲就是部長您做的 不是 我沒有呼籲 而是說 委員是說 呼籲什麼 呼籲立法院趕快通過 反海外避稅條款 那是我們的優先法案 所以您有做這樣的呼籲嗎 是 部長我一直很肯定你 理由就在這裡 是 該說的事情要做 該說的話要說 你做了這樣子呼籲以後 2013年 4月1號 就在這個大禮堂 進行了所得稅法 43條之3之4 所謂海外反避稅條款 本院的財委會 進行了審查 部長您記不記得 那天審查的結果是什麼 財委會就是通過 一直通過 2013年財委會就通過了 為什麼現在這個法律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生效 後來大概就是有台商 向某些委員反應 說對他們大概衝擊太大 對哪些委員反應 哪些委員出來護航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國民黨的委員 哪些委員 哪些委員 部長你不好意思說沒有關係 我不要為難你 接下來這個法案發生什麼事情 我相信部長很清楚 中國國民黨立願黨團 把它拉下來進行黨團協商 請問你知不知道 針對這個法案 在後續兩三年的期間當中 進行了幾次協商 我印象中我沒有參與協商 我可以告訴你啊 我現在目前所可以查到的資料 數字是零 零次的協商 透過這樣子一個黑箱機制 把這麼重要的法律案 拖下來 進入黑箱的密室協商 從此永無天日 這個是不是本會 所專業審查完的條文 你們審查的時候很認真啊 我每個字都有看 透過這樣的制度 在幫誰護航 報告委員不配永無天日 快要又要快要見到日常 這是新的 這個是新的戒期嘛 是快要日出啦 我們又送出來了 本來的法律 如果按照既有的立法歷程 做完的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試用 通過 譬如說通過 是不是104年度 當初你們提出來的條文 就是104年度嘛 我們也認為 那個時候如果真的衝擊很大 也可以延後實施啦 沒有啦 部長你現在不用再幫別人再護航了啦 是 這件事情是怎麼被埋到立法院黨團協商的黑箱當中 我想這些歷史的文件啊 已經呈現得非常的清楚啊 到底是哪些人 在幫這些在海外 設置紙上公司的負商權貴 再護航 部長您剛剛說 你們3月23號 已經送到行政院院會了是不是 是 我今天在報紙上面啊 看到行政院院長張院長說 他們會列為優先法案 3月23號送進去到現在 開了兩次行政院院會 院會有沒有討論 不是院會 就是政務委員 召集的那個審查會 應該有 我們署長應該有出席過 明天 明天審查 明天會開會嘛 明天 什麼時候會送進來 應該 我想很 如果明天審查通過 大概下個禮拜四的院會 通過大概就送出來了 院長你認不認為 這樣子的一個條文喔 在本會期當中應該儘速通過 我認為應該 而且應該這個會期就會通過了 所以你對於張院長力挺 你的立場 你有信心嗎 有信心 所以 所以這一次行政院在推這個條款 絕對不是打假球對不對 不是 而且我們條文文字有一些 做一點 那你覺得這一次如果 本委員會 財政委員會 用最快的時間 把它審查完畢 你預測 還會不會有委員 要把它拖到黨團協商當中 可能新的民意 新的國會 應該不一樣了 你願不願意在這邊 公開的呼籲 這個法禁數的完成 我願意 就這個法案需要 如果沒有這樣的法案 我們查 避稅是比較沒有法語 沒有公權力 OK好 謝謝 謝謝部長 第二個是跟這一次 我們在審查會議當中 所謂的稅務獎勵金 因為我看了這個 稅務獎勵金 整個制度的流變 雖然本院 有做成決議 所以以後不能再編了 但是你們還是持續的編 所以我想要部長 你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所以立法院雖然做成這個決議 因為沒有法源的依據 你們還持續編 是不是在實務上面 如果不編 會招不到人才有現實的困難 報告委員 過去稅務獎勵金 是民國79年到現在有歷史的 那個是稅務人員的待遇的一環 所以過去稅務人員 遭考到比較優秀的人 那這個拿掉以後 老實講 所以各位委員 你很清楚 法律界的人 待遇高以後 當然大家就變第一志願了 所以法律就是造個優秀人 不好意思喔 時間上的關係 所以有必要 我認為有必要 所以你認為有必要 那你覺得應不應該把它法治化 正常的法治化 最正辦就是法治化 但是法治化 人事行政總局非常困難 他認為齁 好像要提高我們的待遇很困難 所以就變成 所以行政院內部有不同的看法 人事總處 對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盧秀燕委員質詢 來 盧委員請 主席請部長 部長請 盧委員好 部長我請教一下 有關於巴拿馬文件 有關於巴拿馬報告 那現在呢 現在正在各國正在解密當中 那台灣呢 現在是由ICIJ這個組織 那台灣主要是天下雜誌 在跟它合作 現在正在進行解密當中 那 因為台灣有